主席 主委同仁 政府官員 大家午安 可不可以請這個次長 兩位次長好嗎 兩位次長 十次長 我先請另外十次長 剛剛看到這個美國APEC 這個美國主管亞太經合會的資深官員王小民 明天到21號到台灣訪問 他會不會去面見馬總統 委員好 我們確實有安排他去進見馬總統 去進見馬總統 馬總統會不會跟他談馬席會的問題 這點我不清楚 不清楚 所以你們幕僚單位並沒有處理這件事情 沒有 你們只是行程安排 對 我們是安排行程 所以你們並不了解馬總統會不會在 因為馬總統一直認為在APEC場合去進行馬席會是一件很不錯的 是一種比較好的安排 所以你們並不調解馬總統會不會明天去跟這個王小民先生見面的時候 談這件事情 有關這點我確實不清楚 OK 謝謝 謝謝 那個石市長 我再詢問一下 因為今天要談這個兒童的權力公約 我也好 我的疑點是 到底聯合國有多少的公約 我們需要遵從的 而我們目前有多少的公約 已經正式的用國內法的方式 或者是用立法院決議的方式 或者用其他的方式已經予以公開的成為法律上的一個認可的作為 我請我們調法師來回答這問題 好 先說 你好 我是外交部調法師 聯副市長 你好 跟您報告一下 其實目前為止 大家比較知道的應該就是兩個人權公約 還有那個消除婦女一切歧視公約 這兩個公約是基本上是有施行法 在國內法 我實際上講國內 這國內我知道 我是說在聯合國或者甚至歐盟 或者是OECD等等這些國際上重要的組織或團體 他們有沒有設立了任何的公約 是需要 是一種普世價值 而需要全球先進國家也好 或者是文明國家必須遵守的 我想聯合國公約現在大概起碼有五百多個 五百多個 對 所以各式各樣的 因為各國的價值不一樣 以兩個人權公約來講 因為其中比如說大家普遍認知是一樣 但是其中有費死的問題 那不見得每個國家國情會去接受 所以可不可以請 既然這個是外交部的工作 你們可不可以做一些努力啊 我不希望你們看這件事情 作為一個國際的公民 作為一個文明的國家 是選擇性的去處理公約問題 尤其是聯合國公約 因為我們不是會員 那我們既然不是會員國 那我們又希望成為世界的公民的一部分 我們應該要全面去檢視 至少從聯合國公約開始 全面的檢討哪些公約我們必須要落實 那落實本席認為 我當然不反對這個兒童的這個實行法 但是本席認為應該要有一套程序 這套程序 因為我們不是國際的會員國家 聯合國的會員國 所以比較好的方式是 外交部提出來一套 哪些公約我們應該遵守 我們應該遵守 到立法院來公開討論 討論以後由立法院的院會做出決議 這個決議變成我們能夠遵守的公約 然後因為它是一個 我們不是會員國的這種問題 我們就必須要用國內的實行法去落實它 我覺得用這樣的程序會比較合理 否則任何人今天抓一個 如果真的五百個公約 我不曉得拿這五百公約內容是什麼 如果我們只是選擇性的挑選的話 這並不符合作為一個世界公民應有的作為 所以可不可以請外交部在這方面 開始積極地去研討 去研究 然後我們立法院應該配合 這樣的程序 不曉得外交部這方面可不可以同意 我們可以來啟動 好不好 時間不是要求你在三個月之內 兩個月之內 但是我們全面檢討 然後把它優先順序 排列以後 我們來立法院來處理這件事情 可能會更妥當 好不好 因為這跟國際接軌 我想是我們努力目標 好謝謝 謝謝我們的次長 那現在請曾次長不好意思 曾次長第一件 因為今天在外交國防委員會 本席特別要請教您第一件事情 就是您了解榮民之家嗎 我知道 您知道 本席在過去上任以來 已經拜訪了四個榮民之家 明天還會有一個新的榮民之家 所以本席的志願就是要把全台灣的榮民之家 在這一年之內全部走完 看一遍 那本席去榮家的時候 我發覺他們的問 他們都是一些非常 至少就是很年紀平均年紀 八十五四五歲 八十四五歲 然後有很多很多都是養護的榮民 他們是已經在病床上 需要高度的看護的這種作為 那麼在這種情況之下 他們提出了一個很嚴重的要求 因為國家的預算有限 他們很多很多的承包廠商 面對物價的上漲呢 他們往往是變成了一個 社會服務的工作 他們實際上是虧損的 我就了解 有一家榮家的這個 承包的這個廠商 這個餐點的廠商 他已經把自己的房舍都賣掉了 只是因為他的父親 也曾經是榮民 所以他等於是奉獻了 那這裡面 政府現有的社會福利制度 是可以幫忙的 就是認定他是一個社會福利機關 機構 他是一個社會福利機構 但是啊 內政部在你的前 你們的衛福部裡面 一部分的這個 所謂的福利的部門 內政部 給予我們榮家的回復 不認定他是一個社福機關 但是他們的作為 所有要求 完全符合社福的條件 也就是說今天他做了什麼 設備等等 全部要符合老人照顧法的規定 但是在另外一方面 他們沒有辦法得到社會福利的 這種機關的這種 這種角色 他要求要向地方政府申請 請問榮民之家 如何變成社會福利機關 因為如果變成社會福利機關 他的營業稅 他的水電都可以節省 今天我看到那邊榮家 他們的榮民的行政大樓 夏天不能開冷氣 因為電費非常貴 榮民本身 電費也非常的節省 因為他沒有辦法去負擔那樣子 這個昂貴的電費 電費馬總統一直在漲價 水電貴 然後又沒有節稅的這種空間 使得這些承包廠商 他要必須付全額 結果傷到的是誰 傷到的是這些榮民 所以市長你對這件事情的看法如何 是 跟委員報告 因為最主要榮家 跟一般的老人福利機構 第一個 就是他設立的一個 法研的一個基礎不一樣 那他是依據退會 相關的一個規定設立的 那雖然他設立的時候 會參考我們部裡頭 訂定的相關的老人福利機構 那些的標準來 這是第一個部分 所以你們就 你們在算統計的時候 把它算進去 可是在提供所謂必要的認定的時候 就不予認定 沒有 我們算統計的時候 我們是把它分開算 因為目前來講 我們在算 所以這群老人不叫老人囉 不是 我的意思是說 我覺得官員 我這邊時間不夠 本席在國防委員會提出來 就是要喚醒所有國防委員會委員 要重視這件問題 要重視這件問題 他們是真正的一群應該被照顧的老人 結果花了這麼多的這種精力 這個時間 結果我們政府居然 用知為細節的行政的程序規定 把它們給壓縮住了 這個是非常不當的 所以本席還是這邊呼籲 我們至少呢 應該要做這方面努力 讓農民之家成為社會福利的安養機構 以上 好 謝謝 謝謝李委員